关于拖挂房车的问题 关于停车费这个问题呢 没有一个特别的规定 这个就是看你自己去的这个地方了 有的停车场好说话 按一个车收 有的停车场会让你交两份钱 这个也是合情合理的 从我个人来说呢 你带着拖挂房车 到一个正规的停车场 交双份钱是合情合理的 因为我们确确实实占用了两个车位 如果说我们遇到了停车场 只收你一个车的钱 那我们就要感恩了 我的车现在停在我们小区呢 目前是有免费停车位的 所以说我具备这个比较优越的条件 有很多的朋友就纠结这个问题 我很喜欢拖挂房车 可是买回来没地儿放 这个放在那个营地吧 它都要收费 放在小区呢 是进不来 没有停车位 所以这个呢 也是很多人那个要考虑的问题 你首先要给自己的这个拖挂房车 找一个安置所 要么是小区可以进来 要么就是他家里周边会有这种企业 会有这种厂矿 是可以寄放一下的 收费也很低 或者呢 就是他们外面 就是外面的马路上都是可以停车的 他拖挂房车就放在外头的路上 发动自己的人际关系 你自己的这个人脉 你肯定能为你的拖挂房车 找到一个合适的家 但是只要你想做这个事情 你就朝着这个事情的方向去发展 肯定会有一个好的结果 如果说你还没做呢 就已经把各种困难都已经摆在跟前了 哎呀 这个也不行 哎呀 那个也不行 那你永远出不了门 包括我自己也是 我能拖着这个房车 带上老妈到处走 也是走过了很多的这种弯路啊 也是经过了很多的斗争 但是我我就一门心思的是 我要出去啊 我一定要带着老妈出去玩一玩 有了房车 要比之前自己开着车的那个游玩 体验感太舒服 太舒服了 关于脱挂房车的安全问题 这是很多很多网友朋友们 对于脱挂房车 就是不太了解 而且是诟病很多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他死亡摇摆 还有就是容易在刹车的时候 紧急刹车 容易和前车发生这个 自己的一个追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